我們只是好朋友 就很難過 所以有很多男生 女生會聽我的歌 然後都覺得 喔 好聽 好聽 我好聽 來一波流給好我 我好聽 其實每一次呢 來現場參加頒獎典禮 拿的都是跳唱歌手獎 其實我有一些些小小的願望 因為從以前早期啊 我只拿一個獎 唱跳歌手 到後來有很多很多的大獎 然後已經有機會 可以拿到男歌手的時候那一刻 有點很開心的感覺就是 欸 終於有人認同我們 唱跳歌手是會唱歌的 然後當你這些獎拿到之後呢 你會想要拿到一個 創作人獎 因為 我很期待我相信專輯 就是有超過一半都是積寫的歌 因為我覺得 我給大家的形象就是 我跳舞啊 很厲害 然後 搞笑很好笑 演戲 可是 有很多人根本都忘了 其實我是會 創作人的 我也是會 打鼓的 我也是會 一點點吉他的 我也會 有一個貝斯哦 甚至我還會用吹笛子唱Kidani 我默契越來越好耶 超屌的 我也很厲害哦 我高音可以唱很高哦 P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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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後面都贏啦 我還會用女生的聲音唱阿妹的歌哦 P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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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是說到這些 我當然很想讓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羅志祥他是會 很多很多的東西 因為從小我生長在一個音樂的家庭 因為我媽媽 我爸爸他們從小就是 不是他們從小 我從小 他們就是一直在接觸我的音樂 然後我也跟他們一起到外面去表演 打鼓啊 然後甚至很早就認識了舞台 所以呢 我就覺得我從小就已經 註定的就是有一天 我必須要站在一個這麼大的舞台 表演給大家看 然後 很開心 然後就在這幾年可以 讓很多很多香港的樂迷朋友們 雖然有一些榮定的聲音 但是肯定的聲音 超多 謝謝大家 我叫什麼名字 是 你們知道就好 接下來這些歌 書寫的歌曲 會唱的 我們就一起唱 不會唱的 你可以去上廁所 我們來唱的歌曲 真的嗎 是